胡人队最近两天成为了整个联盟的关注点 球队目前也是处在相当危险的时刻 球队内部之间的矛盾 也是随着今日的报道逐渐被球迷们看清 微少今年来到胡人队之后 下线班的表现也是成为了球迷们攻击的主要目标 张黄37岁了每场比赛还拼尽全力 而微少本来被当作詹姆斯的二号帮手来到球队 但是赛季进行到现在 他也是开了摆烂模式 进攻中离谱的打板投篮 让对方替补席都能笑出声 无厘头的传球也是让队友摸不清头脑 防守端也是眼神防守不断漏人 正如杨毅所说的 微少作为后卫没有一项技能 是能够称得上优秀的 现在球迷们也是看清了他的那个MVP是怎么来的 都将他称为MVP中的下线 微少拿着队内顶心完全不干事 这也是让球队更衣式进一步发生了矛盾 昨日张黄的好兄弟安东尼就带头冲锋 直接表示 乐布朗没有告诉我 来到胡人队后还要和微少打球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态度也是非常明确了 要知道他来了 我是绝对不会来到球队了 现在胡人队内的戴维斯 斯坦利约翰逊 阿里扎 安东尼等老将 都是对这位高薪低能的混子巨星表示不满 胡人队想要交易走他也是非常困难的 基本上要烂在手里了 只是可惜张黄 在37岁依旧生猛 可惜面对这种队友 他追赶乔丹的六座总冠军之路 恐怕是无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earest屋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